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年我推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級的課程 這個課程叫做 架設免費又專業的部落格 打造內容行銷的王國 為什麼打造內容行銷這麼重要呢? 底下我來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內容電力公司 首先我們看到這本書獲得了 Amazon的五顆星最高評價 他講到如果你除了想法之外 什麼都沒有,你有可能創業嗎? 這本書告訴你,絕對沒有問題 以雞為例,雞是生活中最習以為常的食物 你可能只有在烤雞上桌的那一刻 因為考慮到要先搶雞腿還是先搶雞翅 才會真正注意到他 但是來自丹麥的安迪施奈德 竟然以雞為題材 建造了自己的媒體帝國 他經營的podcast不僅每個月 都有3萬的下載量 甚至還藉此成立了公司 出書、出雜誌 擁有眾多的粉絲 並且從中大獲其力 到底為什麼施奈德可以如此成功? 答案其實很簡單 就是內容電力公司裡面 內容專家喬、普利茲 試圖地告訴我們的 大部分人都先推出產品 並期望客戶能主動來買 而我們則是先擁有死中客戶 然後再賣東西給他們 當我們已經從精實創業中學到 用最小可行性產品 開創事業將能省下一大筆冤枉錢後 這本書則告訴我們 只要一個部落格 一些很棒的文章 就可以開始測試產品 發展自己的事業 而這本書不僅僅是適合給 正在開創新事業的創業家所閱讀 對於大企業中發展新事業體的高層主管 以及發展停滯的企業CEO而言 運用此書的內容創業模式六大步驟 也能重新培養出忠實的閱聽群 進而改變公司的獲利模式 此書中最核心精華的內容創業模式 六個步驟分別為 一、甜蜜點 找出自己和公司擅長的知識或技能 以及此愛好領域的交會點 以此為主要經營的內容 二、轉換內容 找到甜蜜點之後 創業家必須換一個角度 辨認出自己與競爭者的差異點 找出大方向下 比較少或沒有競爭者的領域 三、穩固基礎 找到經營的內容後 要選出適合的平台 並且持續產出有價值的內容 四、收成觀眾群 利用適當平台 且建立穩固的內容基礎後 觀眾數會持續的上升 一次性的讀者會轉變成長期的訂閱人 此時需善用社群媒體 正式搜尋引擎最佳化 網頁流量不重要 提升長期的訂閱人數成長 才是最主要的目標 五、管道多樣化 一旦培養出強大、忠實且持續成長的觀眾群 就可以開始從主要的平台發展出更多樣的傳播模式 藉以尋找新的、不一樣的觀眾 六、創造營收 當以上五點都做到了 此時此刻你已經養出了一群對你忠心耿耿的讀者群 你已經可以開始向他們推銷主要的產品了 普利茲運用成功的創業案例 以及一些生動有趣的傳說、神話故事、簡化複雜的概念 讓讀者容易進入他要陳述的概念 而每個章節都像是在閱讀一篇又一篇的部落格文章 在你即將失去耐心時做出簡要的重點整理 是本內容扎實、卻又非常耐讀、好用的書 在這個資訊過剩的時代 只要內容提供者能說到閱聽人的心坎裡 讓閱聽者掏錢、出力都不是難事 內容電力公司就是用有條理的步驟告訴我們 只要能找到對的題材、運用適合的平台 並採取對的方法 即使沒有開發產品的經費 我們也都能從鍵盤開始走出自己的創業之道 好,以上這本書講的內容創業模式的六個步驟 剛剛聽完了之後 如果你是一個網路行銷的初學者 可能你比較沒有接觸 但是以網路行銷的已經經營過一段時間的人 我想你一定不陌生 而且可能會非常熟悉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講的粉絲經濟 你就是已經有了一大堆的讀者 已經有了粉絲 然後你才開始賣產品 這樣子保證你能夠獲利 那這類的書籍其實很多 問題是大家知道這個觀念之後 你怎麼去落實呢? 所以我才會去製作今年的大課程 就是怎麼樣去利用這個部落格 去做好你的內容行銷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剛剛講的 你要有個部落格 你要去寫文章 問題是部落格到底怎麼架設 然後呢 你一定要去用最難的Wordpress來架設嗎? 或者是你一定要去用皮克幫嗎? 或是你一定要去用其他的部落格平台 那你會遇到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譬如說以前的Yahoo!部落格 導站啊 或是無名小站導站啊 那這些部落格為什麼會導站? 因為他們提供的是一個免費的服務 完全免費裡面沒有收費的系統 所以他說導就導 因為他對你沒有任何的責任義務 那你只能夠看著他倒閉 然後呢 你以前努力辛苦經營的文章就這麼不見了 那你創造的那些流量 和被搜尋那些很龐大的被搜尋率也都不見了 所以今年呢 我特別做了這個課程 首先你必須先了解 內容行銷對你是真的有用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所以我剛才會介紹那本書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為什麼這本書會賣得這麼好 因為它確實是有用 但是你知道這些原理之後 你應該怎麼去實踐? 你就是要開始挑一個真正好用的部落格 然後來實踐這些內容創作 所以你可以仔細的看底下我們的介紹 關於這個免費架設 專業又好用的部落格 做一個內容行銷的王國 應該怎麼架? 趕快看看下面的介紹 加入我們的線上課程 也是會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